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讲令计划政变的故事 本来计划是用三期完成的 后来发现三期不够用 精彩的故事太多了 只好再加一期 上一期我们就讲到令计划事败被囚 他的弟弟令完成 带着了绝密情报逃到了美国 不过他的嫂子 也就是令计划的妻子古丽萍 就没有这么好运气了 他逃亡了五天 结果在尼古安里被抓 古丽萍为什么要逃跑呢 没听说王岐山要抓他 要抓也是抓令计划 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说起来 其实这是古丽萍自己摆了乌龙 他父亲把自己无端弄成了逃犯 展开生死逃亡 还把王岐山习近平 已经安排好的一些事都给搅乱了 2014年是习近平王岐山所谓反腐打老虎的高峰 同时也是中国资本市场大混战的高峰 由于大老虎一个接一个落马 他们庇护下的资本集团就成为了新势力的目标 要把他们给吞吃了 近几年流亡美国的郭文贵 就是当时突然崛起的新贵 他控制了一家政权公司 叫做北京政权控股有限公司 简称了政权控股 政是政治的政 权是泉水的权 政权政权是不是听着有点熟呢 是的 就是中共政权的政权的同音字 郭文贵他们那个时候 那可是叫做威风拔面 他们那是在代表习近平政权 要去收割那些突然失去了 后台老板的民间金融公司 当时政权控股就是看上了 北京大学方正集团控制的方正证券 但是方正集团怎么会答应呢 他们可能不清楚这个政权控股的背景 加上他自己本身也是有靠山的 而且靠山还很硬 因此不怕 方正集团这个号称是中国最大的校企 控制了近两千亿资产的庞然大物 就与郭文贵的政权控股展开了恶斗 双方那是互接对方的黑幕 最后还打起了官司 结果有国安部做后台的郭文贵 就使出了他们最拿手的老招式 一指令下来就动用了北京市公安局和武警去抓人 以逼使北大方正集团让步 当年年底的12月19号晚上 大批公安人员和武警是合枪实弹 包围了北京大学的博雅国际酒店 直奔方正集团包下的第六层去抓人 结果方正集团的一百多人被控制 方正集团的核心人员包括董事长魏心 总裁余利亚等人都是束手就擒 不过他们要抓的郑主也就是方正集团CEO 李友却成了漏网之鱼 警方大举包围他们的情报自然是不会有错的 李友当时的确在博雅酒店 只不过他知道了警方要来抓人之后 马上打电话招来了十多个黑社会的人士 都穿着黑衣干扰警方办事 这一招还真有效 乘着警黑对视的时候 李友和几个人一起就从隐秘的通道 离开了酒店逃出了天罗地网 和李友一起逃走的几个人当中 有一个就是宁计划的妻子古丽萍 当时他和李友正在酒店开会密伤重大事情 也许是他这两年来一直被人盯着 早就成了惊弓之鸟 也许是因为儿子宁鼓车祸死了之后 他得了忧郁症的原因 他相信这次警方的大举出动 就是冲着他来的 因此他从酒店逃出来后 就是一刻也不敢待在北京了 他想到令丸城当时已经逃出了中国 他也决定是一走了之 在李友的帮助之下 他决定逃到日本去 于是古丽萍一行就前往山东青岛后 寻找机会坐船偷渡去日本 不过他的逃亡大计没有能够实现 五天之后在青岛一个尼古安里被抓了 那是圣诞节的前一天 古丽萍慌慌张张的逃跑后 据说还改变了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清洗习近平政敌的节奏 把抓捕令计划的计划是提前了不少 有报道说在习近平王岐山的反腐日历上 12月22号本来是安排抓捕前副总理回粮狱的 这一天坐满办案人员的车队接到了出动的命令 目标是回粮狱的家 但车队在行驶途中带队的突然接到上级 紧急电话通知 情况有变 车队要马上掉头 改往去统战部抓捕做统战部长命计划 王岐山这一突然辩证 让这一帮办案的人当时都给搞谋了 为什么王岐山突然之间不抓回粮狱 改抓令计划呢 就是因为古丽萍从北大博雅酒店潜逃的事情 让他来改变了主意 两年多以来 令计划已经是成了一只死老虎 只是在等什么时候被收拾了 不过他还是有一定的自由的 与外界的电话联络当时也没什么受限制 而且在前一两周之内 他还有出席公开活动的新闻报道 不过由于古丽萍自有为是的逃跑 习近平王岐山就担心了 令计划也会受到影响 出现像什么自杀了 出逃了 或者是发生其他不可预测的意外 这个就是突然要抓捕令计划的原因 在古丽萍逃跑后的第三天 是12月22号星期一 农历冬至 中纪委人员来到统传部 令计划的秘书告诉他们说 令部长正在五岁 我叫他起来 他们说不用 我们等着 他们就真的静静的在外等 一看见王岐山的人马 睡醒来的令计划 马上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他非常冷静的 穿好衣服就跟着他们离开了 令计划在被抓的一刻 是完全没有反抗 还不如他老婆古丽萍至少还敢跑 而且在被人监视的情况下 还敢冒险去串谋 销毁证据 对了 古丽萍去和李友在北大博亚酒店密会 据说就是为了销毁李友与西山会有关联的证据 这也就是古丽萍为什么会觉得警方要抓的是他的原因 我们在前一期曾经简单提到过西山会 在令计划案的判决书中并没有成为他的罪状 但是人们普遍都相信 这个西山会是他被整肃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么究竟西山会是个什么东东呢 古丽萍在西山会又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令计划案这么多年过去了 西山会神秘的面纱也开始被一层一层的揭开 俗话说美不美 乡中水 亲不亲 不乡人 又说出门遇老乡 那是两眼泪汪汪 这在海外感觉是特别的明显 各种同乡会 同学会 中情会 还是华人社区的主流 其实在国内也一样 中国是太大了 从古至今 尤其是京城 那是免不了乡亲 要抱团的现象的 西山会起初的就是这么来的 一般从山西到北京当官经商的人 在宁计划官职和权力步步高升 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的时候 大概从2007年开始 就形成了一个 以宁计划为中心的高官富商的圈子 那一年还不到50岁的令计划呢 晋升为中央办公厅的主任 成为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大内总管 以他的身份 他不能去搞什么同乡会啊 甚至都不能够去参加一般的同乡的聚会啊 但是这种原始的 总是希望和同乡人待在一起的习惯 是很难改变的 那怎么办 那就只能自成一团 自成一圈 自搞一套了 这个圈子据说最初呢 就是由宁计划的二嫂 也就是宁政策的妻子呢 筹划组织属于联谊的性质的 开始的时候啊 入会的要求那是很高的 都是高端人士了 参加的人员呢 也主要是山西级的高官 官呢至少要做到中央候补委员才够资格 随着圈子一步一步的扩大呢 后来对官职的要求也降低了一些 对一些不是山西级的高官富商呢 也是来者不惧了 除了令计划兄弟之外 在山西级的高官当中啊 像前国家法改委的副主任牛铁兰啊 像中国科协党主书记孙维臣啊 像山西人大常委副主任的金道明啊 像前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等人呢 都是西山会的核心的成员 后来西山会把圈子扩大啊 像吉林级的前全国政协副主席书荣 以及湖北级的前铁道部长刘志军呢 也成了西山会的一员 除了高官 一些山西级的富豪呢 也挤进了这个原为高官的圈子 其中呢就有像铁道部长刘志军的合伙人 山西女商人丁书苗 以及山西运城人中国人保集团的前总裁王银成 而前面提到的与郭文贵啊 大战三百回合最后两败俱伤的北大方政CEO 李友也是西山会的主要执著人 不过重庆人李友啊 进入西山会呢 与古利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这个呢我在后面再具体讲 而这些商界富豪呢 主要是为西山会的饭局啊 来买单付账的 当然呢 也是为他们身边那些想买官的人呢 提供人脉 据说在北京西郊郁郁郁郁郁郁的丛林之中 西山会啊 有不止一间会所 三个月至少呢 会有一次聚会 而每一次的聚会啊 都会由豪华汽车呢 负责接送 像手机啊 秘书啊 情人等呢 都是不能够带进会场的 到后来西山会开始成了三西老乡 升官进爵 买官卖官的场所 有报道就说啊 几乎所有的官位啊 都可在西山会竞标购买 就像呢 在菜市场买菜一样 例如一个市长的要价呢 就是一千万元 在一般情况下 是买官的人带着钞票 先找上另计划的妻子 谈好了价钱之后就由令政策的妻子的出面去打脸 如果是比较大的官呢 那就要动用令计划的权力了 一般来说啊 那是不成问题的 当年实名举报 发改委副主任牛铁兰的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 就对三西邦啊 很熟悉 他就认为啊 西山会虽然呢 并不是一个明确的政党 但是呢 实际上已经有了太系的性质 具备了高度的身份认同感 也存在着一致的政治目标 随着西山会的生意是越做越大 谷立平在西山会扮演的角色呢 也是越来越重要 他慢慢的呢 就变成了西山会的大掌柜 内掌柜了 毕竟对令计划来说啊 自己的老婆才是最信得过的嘛 谷立平虽然没有做过官 但是从北大分校法律系毕业的他呢 绝对是一个长袖善无的人物 本来就是令计划这个大类总管的总管啊 他和令计划配合 不仅是把西山会经营的有声有色 他自己呢 还开辟了另一片天地 创办了一个名叫 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的社会公益组织 英文的简称的是YBC 他自己呢 担任了总干事 这个组织啊 在2003年底成立的时候呢 把共青团中央了 全国青年了 劳动社会保障部了 全国工商联了 等七家国家级机构呢 一起呢就拉了进来 以至于在成立的当天呢 包括中国电信啊 中央电视台啦 华夏基金啊 若基啊 等啊 十多个大型的企业啊 都给这个 啊 YBC孝敬 一共是孝敬了几亿元 创造了来新成立的社会公益组织筹款的奇迹 现在仍然在运作的这个YBC啊 当时是一口气呢 在全国各地啊 成立了五十多个分支 主要呢 是搞房地产开发 据说在上海分布 YBC的项目啊 就达到了五十亿元的规模 在三年之后 谷立平呢 又成立了一个叫做 银公益基金会的组织 放在YBC的旗下 他成立这个基金 当然是为了更方便的投资 或者是逃税 而更主要的意图呢 就是用来掩盖这个权权交易 而在谷立平打造经营公益组织的名号 大肆权权的时候 北大方正集团 明生银行 人宝集团等资本大鳄了 也是靠了过来 同时呢 也令令计划和谷立平的金权帝国 那是急速的膨胀了起来 大家还记得令计划独指 令谷的法拉利死亡车祸吗 这辆法拉利是哪里来的呢 一种说法是太原市前市委书记的陈川平 送给这个令计划谷立平夫妇的 另一种说法是 这辆车其实是北大方正西优 李友买了给令谷开的 不是送的 有消息说 李友在买这辆法拉利的同时 还买了一辆兵力和一辆奔驰 而这辆出色的法拉利的钥匙 本来是由令谷的正选女朋友保管的 在车祸之后 李友还给了这个女子一笔封口费 李友能够和令计划家拉上关系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古立平和令谷都是北大人 而且古立平是非常重视的 经营北京大学的人脉的 毕竟北大是出高端人才的基地 北大帮在中国官场 那也是首居一指的 有了西山会和令计划做靠山 那北大方正是不发达也难 这也就是北大方正集团 能够做成全国最牛校办企业的 其中一个原因 另外李友成为西山会最大的赞助人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当时的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 朱善露 这个党老书记还觉得不够 应该还要当上这个教育部的部长 朱善露的想法 这个李友当然是明白的了 所以也就更加的努力了 去巴结古立平 巴结令计划了 令计划落马之后 这个朱善露的如意算盘 最后是没有打响 他的仕途也就行人止步了 在中国一个贪官的后面 肯定会有一个或者是多个的金主 或者是说是白手套 就像前铁道部长牛铁军 他的金主是丁淑苗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他的金主是徐明 而北大方正的李友 就是令计划 古立平夫妇的金主 有消息说 为了讨好古立平令计划 李友给古立平和令国 在日本京都是花了3.8亿美元 买了两套日式豪宅 据说中央电视台还专程 跑到日本去实地调查 这两栋日式豪宅 发现房价远没有那么高 可能要少个零 为什么买的这么贵呢 那就是洗黑钱的常用作宝 而买房的巨款呢 就是通过方正旗下的银行 转出去的 转款的这个账号 本来是由令股通过李友控制的 在令股车祸死了之后 就改由这个古立平 与令完成来控制了 根据后来的查账 这个转款的账号 一共是转账了370亿元人民币 其中100亿是被洗去了 日本三菱与富士银行令家的账户 其他的呢 就转到了新加坡的两家银行了 在令计划的判决书中 令计划和古立平 一共是收受贿赂7700多万元 各位 你相信吗 这个数啊 连李友给他们家进贡的零头啊 可能都不够 在判决书中 还有七次呢 提到了古立平 说他是收受六个人 和北大方正集团的这个贿赂 这六个人呢 官司都不低啊 其中呢 有这个云南省原省委书记白恩培 四川省委呢 原副书记李春成 内蒙古啊 这个自治区原副主席潘一阳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原居长霍克 还有这个浙江广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局的主席楼中福 以及呢 四川维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崔晓玉 不过有意思的是 北大方正集团呢 是作为整体出现的 其中啊 并没有出现你有的名字 那令计划和古力平究竟是脸了多少财呢 一个方正集团的分行就为他们转账达到370亿元 可以想见他们金权帝国的规模 如果说是有400亿元 大概应该是不会太过分吧 可笑的是 古力平作用庞大的金权帝国居然也爱贪点小便宜 点小钱呢 也不放过的 另计划曾经的手下 民生银行的行长毛小峰呢 为了拍这个古力平的马屁呢 就曾经邀请古力平啊 在民生银行旗下的公司啊 民生租聘呢 是任职三年 只领工资不用上班 那就是拿甘心收空想了 古力平爱钱可以说是爱到极致了 不过他不只是爱钱哦 他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爱色 像武则天一样 他特别喜欢那些偏偏的美少年 他搞了一个什么青年创业国际计划 是不是为了和一些英俊的青年打成一片呢 不得而知 但是呢 他和中央电视台当年的当红小生啊 锐成钢的故事呢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锐成钢是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多个节目的主持人 他长相英俊啊 粉丝千万 是很多青春美少女的梦中情人啊 但他呢 也是个大嘴巴 是习近平之前呢 一张口就代表亚洲 代表地球的这种 被很多人讨厌的 锐成钢呢 虽然不断的制造话题啊 但是他最近爆的呢 是他的性丑闻 在他风光央视节目主持人的背后呢 他堪称是中共近年来最著名的公共情夫 在中共军中啊 最著名的公共情夫呢 是军中妖记汤灿 他是碎变了周永康啊 薄熙来啊 徐才厚啊 而可以与汤灿相比较的呢 这个公共情夫啊 可能还大有其人 但是这个公共情夫呢 就只有锐成钢呢 所以这个一个人呢 跟汤灿一比高下了 而这两个人呢 他们的相似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他们的这些情夫啦 情夫啦 都是比他们的要大上一节 老上一大节的 当然锐成钢的情夫呢 也许没有像这个汤灿的情夫多了 锐成钢的这个情夫的来头呢 可能也不像汤灿的那些 那无一所老男人情夫啦 但是呢 这些老太婆背后的事业啊 那也是不用小觑的 而在锐成钢的这个情夫当中 最出名的呢 就是谷律平 锐成钢是2014年7月被抓的 在9月的时候呢 就有报道说啊 锐成钢啊 在受审的时候呢 说是曾经遭到了50多岁的谷律平 强迫发生性关系 他还说自己啊 是受害者 他又招供说 他利用这个啊 和谷律平的这个特殊关系啊 就是为了接近令计划 因此呢 他还取得了呢 大量的中国政治啊 经济方面的机 这个机密讯息啊 提供给这个外国机构 并且在谷律平的指使下来 他曾经还向国外的媒体啊 罚放过某黑习近平呢 等中共高层官员的这个消息 另外还有报道说 锐成钢的情妇队伍是足有一个牌 根据当时查明所识的材料呢 就有20多位中国政府副部级以上高官的夫人呢 与他上过床 他们的年龄 那是普遍比他大20到30岁啊 另外有消息人士还吐露说 锐成钢被审讯的时候开始态度是很嚣张的 说手上有很多跟这些高官夫人的淫乱视频 而那些被戴了绿帽子的高官呢 在知道之后啊 是十分震怒 但是一是担心这个家丑外扬啊 另外呢 又担心了这个锐成钢会供出了这些高官夫人 泄露的这种机密 于是就指控说锐成钢呢 是这个外国的间谍 要求把他枪毙 是一了百了 当时也有人在微博上说 一些高官夫人在锐成钢被抓之后呢 动员他们手中的各种力量捞人 想把这个锐成钢给救出来 但是呢 没有成功 在2016年啊 锐成钢的这个案子还发生了神秘的事件 他这个案情当中部分呢 涉及犯罪的这个重要卷宗材料呢 突然不见了 有传闻就说啊 那部分材料可能就是与这些高官夫人们呢 有关的内容 而偷走材料的呢 也可能呢 就是这帮神通广大的高官夫人们 不过锐成钢最后还是没有逃过这个牢狱之灾 后来呢 被秘密审判 判刑六年 锐成钢现在刑满出狱呢 到现在已经是三年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还没有见他呢 露过面 再说回这个古利平呢 其实锐成钢说是被古利平强迫发生性关系呢 是未必争有其事 有了解情况的人就说啊 这个锐成钢不仅与令计划夫人古利平是姐弟相称 关系亲密 甚至呢 还向别人呢 炫耀他们的关系 而且他们的关系啊 保持了很多年 他被迫与这个古利平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性呢 那绝对不大 锐成钢之所以要拖古利平落水 他那是有 可以有他的动机的了 那就是开拓自己嘛 不过锐成钢编故事大概应该呢 还是有一点谱的 也就是说啊 古利平在与这个锐成钢的关系上面呢 那可能更加的主动 应该是可以相信的 锐成钢这么说古利平 大概古利平呢 这个极色的半岛徐良 可能不止是呢 有锐成钢这一个亲夫 他身边的那些年轻小伙子们呢 很多人呢 其实都是有嫌疑的 秦皇岛新闻网啊 就曾经盘点过古利平的男人们 或者说情夫们 除了这个锐成钢之外呢 还有三个啊 这个其中的一个是 有江南才子之称的 山东藻庄市前市委书记陈伟 还有一个呢 就是之前提到过的 中国名声银行的前行长 侯晓工 另外呢 青岛的那个福日集团总裁啊 曾显波啊 也和他呢 这个关系密切 有传闻说 这个古利平当时打算的从青岛啊 乘船偷渡去日本呢 而提供这个船的 就是这个针线波 有人说古利平之所以会找小鲜肉 其中呢 主要的原因呢 是令计划呢 早就有了情妇 而且呢 令计划基本上是忙于工作 不找家 两人之间的婚姻呢 大概是早就是利益婚姻 至于这个性生活呢 那就是各玩各的是互不干涉那种 古利平看中的是央视小生的锐成刚 而令计划看中的呢 就是央视新闻部的这个花旦 冯卓 而且他的央视情人呢 可能还不止一个 新华社曾经报道说 令计划工作勤奋 在中央办公厅 那是出了名的 不过呢 这个并不妨碍他在人后啊 是重情声色 在审查报告中 令计划呢 是与多名女性同间进行全色交易 在令计划的情人当中啊 就有中央电视台 时政新闻部副主任冯卓 而且早在2005年 冯卓呢 是令计划情人的说法呢 就已经在央视内部是流传开来 有中共内部宣讲和培训的信息说啊 令计划亲口交代 并且来经过中纪委调查核实 从1999年10月 升任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主任之后呢 令计划喜欢是外出便服巡视 并且呢 以考察为名啊 到高级会所 在非对外开放的宾馆里面呢 搞女人 从他被抄走的日记呢 查到多年来和令计划有性关系的女性呢 一共是27人 并且呢 与7个情妇呢 是定期的同居 从2003年7月到2012年2月 他先后给7名情妇呢 支付了分手费用 那是从600万元呢 到1200万元不等 合计一共是呢 4200多万元 另外他还有五个啊 属于某姓的师生子 令计划而且搞婚外情啊 还非常有规律 那是每周呢 两次时间呢 都是选择在宁城 以到中央驻地巡视工作为名呢 在清晨7点之前呢 就返回中南海 主持了中办的这个美日立会 在令计划的众多的情妇当中 最出名的就是冯卓了 冯卓在令计划的担任中办主任后的第二年呢 就升为了时政新闻部的副主任 现在在网上啊 还可以查到了 有一次外访的时候啊 这个冯卓的房间呢 就安排在这个令计划的旁边 后来令计划还送给这个冯卓啊 价值近千万元的别墅 冯卓呢 也一直没有结婚啊 自从令计划被捕之后呢 冯卓也像人间蒸发和瑞神刚一样呢 也从未再路过面 关于令计划和围绕他的故事 说了这么多大多数的事情呢 都有讲到 不过呢 我也还有一点疑问 就是这个古律平的下场 我们看到牵涉到他的事儿 还真不少啊 像锐成钢了 新商会了 接受贿赂了 洗钱了 实现越境潜逃了等等 但是呢 一直都查不到 他是否呢 有被起诉 或者说受到审判 或者说被判刑 我们只是呢 在令计划的这个判决书当中啊 看到了他多次以证人的身份的揭发令计划 是不是这些检举立了大功 令他逃脱了这个牢狱之灾呢 还是因为令古死了以后 他就说得了严重的忧郁症 而免去了刑责呢 或者说以古律平在新生活上的放纵 像他在年轻的时候又漂亮大方 面带桃花 也不排除他曾经是某些更高层官员的情人 甚至涉及全社交易待望令计划呢 是不是有这么一些丑事 以至于最后习近平王岐山放了他一马呢 他被免除刑责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 我这个查不到 所以也不知道 也不能够跟大家说 那令计划的故事呢 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